各位观众大家平安吉祥 由我们马佛光文化跟浦门杂志联合举办的一浦门讲堂 七八月份呢一共邀请了来自台湾 美国洛杉矶纽纽约日本中国以及马来西亚等 国家地区的佛光山法师以及在家居士一共十个人演讲了九场的讲座 那么借由主讲者的讲说呢一起来认识阅读星云大师的著作 我们都知道星云大师一生著作等生 也将呢这个深奥难懂的佛法 用他九十几岁自身的经验以及对于佛法的体验 写成了我背后的这一套星云大师全集 但是我们都知道佛法这么好 我们应该如何深入佛法 甚至如何让佛法生活化 乃至于能够善用这一套星云大师的全集 让星云大师的智慧 能够成为我们面对生活诸多挑战的一个锦囊妙药呢 在我们规划的一谱门讲堂里 我们透过主讲者永固法师解说佛法真意 我们明白了人间佛教的根本思想 也明白了佛徒到底说了什么 满润法师说明百年佛缘 带着我们走进时光的隧道 听见星云大师弘法的真诚告白 也借由妙光法师分享人间万事 让我们能够善用佛法成为人间的万事童 此外 我们常常在生活里 在生命中都会感到困惑 乃至于身心无法安顿在当下 因此绝缘法师告诉我们 可以借由阅读迷雾之间 让我们转迷成物 惠东法师分享 366天与大师相会 借由书中每一篇的短篇文章 让师父天天在我家 我们的长老一空法师 则引导我们阅读佛光菜根坛 让大师的智慧法语 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座右铭 那么在阅读的当下 如果你想要获得不一样的修持体验 会议法师跟吴亚红老师 也现身说法 告诉我们如何欢喜超经 超出安定身心的正能量 永中法师则讲说 人间生活禅 提点人间佛教的禅法 应该如何运用在生活中 您想持续看到好山好水吗 想知道如何教养子女吗 慧宽法师在环保与心保的议题里 告诉大家如何找到 现代人的身心安顿的妙方 如果您想认识人间佛教 了解什么是佛陀的本怀 同时呢 又能够将佛陀的教化 化为生活中的一道光明智慧 邀请您继续上线 来聆听我们这九场 一谱们讲座 同时还能够来翻阅 幸运大师相关的著作 让大师的智慧 能够成为您我生活的指南 也能够丰厚我们生命的精神食粮 最后呢祝福大家在阅读中能够读作一个人 读名一点礼 读物一点缘 读懂一颗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